好另外呢 前花莲县长傅坤其任内新建的国宅 花莲青年安心住宅 交屋一年多了 那么这次在中台海阔侵袭之下呢 发生了电梯漏水 二楼走廊淹水等等的状况 那么住户向议员成行 期盼县政府能够来解决问题 而县府建设处也表示 当天星辰食雨量每小时达到了70mm 超过了区域排水设计的容量 那附近的区域排水是来不及 那么也造成社区排水也排不出去回流 将协助公所盘点附近的区域排水 是不是有堵塞跟容量不足的问题 建文建设处长段嘴表示 青年住宅计划是用销售收入 抵扣新建成本自厂性基金的方式 并不是县府花了22亿公堂 青年住宅的整个的这个计划呢 我们是采用销售的收入 然后去抵付这个我们新建成本 这样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所谓的编列了22亿元的这个公堂 民众的纳税钱 不是我们的财务的一个运作方式呢 我们是以销售的收入来去抵付新建的成本 这个是一个具有自常性的计划 郑瑞表示社区排水溝要汇入区域外排水溝 但当天降雨量太大 在短时间之内区域的排水溝无法宣泄这样的水量 又打开外部排水溝和社区排水溝 但是看到预期的部分 社区内有厂商无偿协助清理 所以如果这个防水挡板呢 在这个防台期间的防台措施 能够赶快做好的话 我想会大幅的减少这样的一个淹水情况 所以我们不但在这一次协助社区去厘清 这次淹水的问题以外 那我们也辅导社区如何去把这个 他们未来维护管理的工作做好 因为社区的排水溝的疏通 必须要靠社区自己跟他委托的物管公司来去 确实的做好这个工作 那在台风期间也必须要去检查 这个整个社区的状况 那该做好的防水挡板的防台措施也要做好 像还有一个顶楼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这个景观灯 在我们的这个草皮里面的景观灯破掉了 可能是他们在围管打草的时候打破了 那产生的这个孔洞就会有雨水渗下去 雨水渗下去就会渗到下面六楼的这个天花板上面积水 然后这个慢到这个走到上面来 那这个也都是应该要事先寻查 你可以做一些防备的措施 其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排除整个这个社区会有比较严重盐水的状况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管道间走到有部分渗水这个情况 我们也去现场实际的了解 应该就是这个我们的雨排会排到底下的这个社区里面的排水沟 可是社区排水沟已经容量已经满了 所以雨排也排不下去 那这个情况呢就会变成有渗水的情况 那这里呢我们也会协助社区 我们要求我们的厂商无偿的协助社区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至于社区外的区域排水沟 根据表示这次施雨量相当的大 社区周边的光复阶和西街都出现积水的现象 将会要求新人乡公所检查周边的排水系统 是否有堵塞或是容积量部署的情况 这都是需要去清一将协助公所进行盘点 由于青年住宅的保固时间也过了 社区内的排水也会协助管委会做好维护管理 记得继续合作为老